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温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很開心和大家逛街看樓盤和吃飯 現在樓市比起之前沒有那麼誇張 不用到處稱讚 變成可以多一點時間和家人喝茶 已經很久沒喝過茶了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站 會來看一個很快的樓盤 叫Altra's Living 在屋街甲67 然後我們會去Marine Gateway 去黃平和大家喝茶 我們已經去到這個地點 後面這條就是67階 溫哥華西區 那一道的大馬路就是屋街 好像之前也沒有介紹過屋街上的樓盤 屋街上的森林主要是低樓盤 所以我們這次的樓盤都是六層樓高 但就是水泥的石屎公寓 向北邊後面就是向北 所以樓盤向北邊 暫時看到的是加油站 將來有沒有機會改建 是有的 暫時未知 交友站在後面就是另一個樓盤 叫Nova by Griffin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在望前方 已經畫了一個很深的洞 甚至是開始有些 叫甚麼 地基 裝 是不是 地基 地基 已經在準備著了 那個樓盤叫Altra's Living 它是預計2024年的時候收樓的 這個洞就是屬於我們Altra's Living 將來就會建在這個範圍 它的後方是甚麼呢 現在都是一個空地 另一個樓盤叫Altra's Living 之前也有賣過的 我不太知道它現在賣成怎樣 我們說說Altra's Living 大家看到方向 那邊是向南的 但向南有另一個建築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甚麼景觀 然後屋街旁邊這條大街 就是向西邊 然後再過向內街就是東邊 因為屋街的關係 有好有不好 在屋上面的話 相對來說 草陰一定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待會去到售羅中心 就會和大家很雞精地 選了兩三角 我覺得是值得投資 在這個樓盤的方向 就是向東 向內園 看回一些獨立屋的部份 校網的話 Churchill是中學 L'Oreal是小學 這兩間都是西區排名 很好的中小學 都是值得說 在這裏 有些小朋友在這裏帶 或者找學校都會很方便 帶完媽咪來拍片 媽咪 我們現在就來到 Altra's Living 是發展商的售樓辦事處 剛才我們在現場 其實在樓盤 屋街已經開始建 看看建築模式 方向的話 這邊是筆 這邊是正筆 所以屋街就是這個建築的 這一邊 這裡是西邊 是屋 所以吵著這條街在這裡 這裡向南 這裡向東 整個建築是硬性的 外觀就跟現在看的一樣 六層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明顯是去到五樓開始的 特色單位就有大露台 或者是特別闊身一點 這個建築不算太多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小小的 上面有一個好像普通地區 可以上來BBQ 或者在戶外空間散步 聊聊天 一個是這邊 一個是後階 後階的話 停車場會在Lingway 這邊可以進車 這裡有一個進車位 旁邊這個L型的 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裡面有Party Room 到停車場裡面 還有狗掃的地方 幫助住戶 都想多了這件事 我們重點介紹 它有一房、兩房、三房都有 但是我看過所有的職 想跟大家重點推介 兩隻職 一個是一房、一個是兩房 開給大家看 我們看了兩房單位 它叫做C3 C3的位置是對後階 基於我之前做很多樓花盆的經驗 我發覺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最初買的時候 很多可以避免都想避開大街 又說想避開西斜 最好有些景觀 這個樓盤的景觀未必可以很遠 因為始終高度有限 但是你說要避開屋街的聲音 是後方這一堆是最好的 對著Lingway 現在後面是獨立屋 將來就算是建設了或建設 都會建設屋 有機會在景觀上差一點 但起碼安靜就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看看C3這個單位 其實不多 整個建築只有三個 一個、兩個、三個 C3是向東 843呎的室內面積 其實它的積是很平均的 大家可以這樣看 露台在外面 然後門口進來 少少走廊 就是廚房 有飯廳位、客廳位 也有幾大的四線玻璃門 可以出來露台 房間分開兩邊 主人房是可以放到KING SIZE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實用的釘位 然後Walk-in closet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所以這個單位是我覺得比較好的 201301401 剛才跟發展商有談過 已經是… 它還未開始可以Writing Contract 但大家如果準備好本票 那些就已經可以保持單位 等它一發入了Discultural Statement 可以寫的時候就可以買 這個應該會去得很快 它是屬於兩房當中 比較是… 中…高… Positioning 因為它的石數都OK 八百多呎 向外街靜一點 所以現在Extimate的Price 大概是115至120萬左右 去買這個兩房單位 然後我們說完兩房之後 就說一房了 我同樣選擇這個建築 向內街向東的一房 就是這些一房 就在C3旁邊 這個是A3 為什麼我推薦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很實用的職位 一樣我們這樣看 露台在外面 這個和這個都是一房的露台 這個窗都是屬於一房單位 門口進來之後 大家會看到它有一個很實用的Storage 還有一個釘 它是一個可以放床的空間 但沒有窗和衣櫃 它唯一有少許棘手的 就是有一個Wash and Dryer 間中用一下也叫做好好洗的空間 門口進來這裡 還有一個Build-in的Desk 放一張桌子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客飯廳的空間 然後房間還可以放在King Size床 這個單位跟剛才C3一樣 我看中它的主要就是它的 實用空間比較多 有一個釘是比沒有的 而且又向內街靜一點 548呎左右的室內面積 加上露台50呎左右 就有598左右 它總共有6個單位 每一層是有2個的 212、202這樣上去 價錢的話 大約是80萬 我猜是大約6800 我猜是大家可以買到的 它是屬於一房內的價位 是不算最便宜最低的 因為最便宜的會是對外面 對屋的 那些可能是85萬 以下都會買到的 看看大家介不介意聲音 方向等等的問題 整個Otus的建築 所有單位都會有一個車位 一個鑰匙都包了 如果大家賣的是三房單位 或者Pan House 就有送兩個車位 另外樓底 每一層都是9呎高的樓底 有冷氣、有暖氣 管理費暫時未知 有消息的話再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上我的網站 carriequite.com slashortus 我放了所有的Fall plan Starting prices 以及整個Blochure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資料 這個盤已經有很實的價錢 所以如果大家看了一些積 你喜歡我會推薦的 OK啦 或者你看到其他積向南向北 甚至大部份 三房單位 有平均樓台 可以提到價錢 我們剛才已經看了Otus的建築 就是這個位置 這條是67階 屋子就是這條直路 大家看到很多color board 我們Otus是屬於橙色 橙色是屋子可以建立到6層以上 所以我們的maximum height是6層 刚才我们的建筑旁边有个加油站 加油站是这个 直接是甲角位 这个是红色打斜 这些混合用最多是可以起到八层高 在后一排也是有rezone的opportunity 你看到黄色 当然它就不可以再起低高高 它就会是townhouse townhouse是三层楼左右的高度 但现在暂时看到全部都是独立屋 希望这个图可以帮大家了解 屋上是没有sky train的 大家如果要坐sky train的话 其实最近的是marine gateway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栋建筑的正楼下 从这里走过去就20分钟有点久 但开车4分钟 坐巴士连等巴士的时间 10分钟就可以去到 有sky train的话 南北你可以下面下到richmond 上面可以去到towntown 这里旁边的巴士站 都可以由巴士直上towntown 或者过来marine gateway 它有两颗颜色 大家会看到 一颗是深一颗是浅 主要最大的分别都是地板 如果大家喜欢深色的话 它就是用这些 深黑色的黑wood flooring 有一颗浅色的 其他柜面的颜色 就不是太大的分别 其实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单位 刚刚只是拍了 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两个单位 它一房都有很多质减的 500多尺到600多尺都有 起价大约70万宗 不过发展商和大家说70万宗 大家都是加2-3万上就好一点了 两房就有分两房一次 和两房两次加钉 B是唯一一个两房一次 所以会便宜一点 可能最便宜就是这个单位 可能90万宗 但其他大家开始 赤数大一点 或者是向内缘那些 就可能接近100万头开始算起 刚刚我们介绍的C2 都去到115-120 三房就是最便宜的 165万左右开始 有兴趣的朋友再问我 Deposit structure的话 Local 20% 海外买家25% 然后现在也有bonus 一房五千元 两房就减一万元 三房就减一万五千元 你和Carrie买的话 我们在第一回合都可以做到1% 平时会是2% 好 那我们看完售楼中心 现在我们就参观了这个WeWork 其实这些就是 温哥华这边的 Share office WeWork 我记得WeWork香港也有的 这些全部都是大家租了的 Share office 可能一个小小的 刚才有个朋友告诉我 大概是他租一个两人的办公室的话 这些是一千元 可能类似这些 不知道会否比这些小 大概一千元左右一个月 可能和发展商 不是发展商 对不起 和WeWork这边 大概一年约 还有些bonus 所以我就想参观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 其实你来到这里 你是想做自己的小型 business 又想有个office space 可以和别人交流一下 其实这里也挺好的选择 挺好景 又是洗手间 那边应该是commer area 看看 看看 这些是那些cubicle 哇 这个好像坐电车 我试试坐下 来先讲一下 好像有隔音的 好像有隔音的 可以坐到两个人 对啊 对啊 这里一定是 哇 就是有人在里面 这里是commer area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你可能有个office 想出来用这些空间 应该都可以 对吗 好 那完成了 好 今日是端午节 刚刚才盛起 今天是端午節,所以我們都很奇怪為何今天特別多人 平時都很多,今天更多,還要不是星期六日 不過今年的端午節在外面有點不同 不斷下雨,剛才還暴雨 平時這個時候應該是開始太陽,開始熱 我也中了短咒,我覺得OK 這個不知道為何,你很冷嗎? 不是香港,香港昨天端午節也下雨,雷暴 我們是泰式鳳酒,我第一次在這裡叫泰式鳳酒 是否第一次,我以前沒見過這個? 這類泰式鳳酒是有骨的 沒有人幫我們選骨 香港泰式鳳酒還是有骨 可能這個是中式版的泰式鳳酒 這是榴槤酥嗎? 這是什麼事? 熱了榴槤,而且它很熱 熱了,那些味道更加出來 嘩,我想吃流沙奶黃包 看著你這個之後 嘩,厲害 你最喜歡吃豬爪 嗯 你看,我覺得 表面上有一層甜酸味很足 裡面還差一點 吃吧 入味一點,不能靠 骨頭很醜 我真的要快點 很尷尬 我先吃蜂蜜 先吃蜂蜜 味 馬拉盞炒通菜,很美味 但是香港的馬拉盞炒通菜 是很小碟的 是 吃多幾口就沒有了 這個很大碟,我們先試一下 很久沒有吃過馬拉盞炒通菜 你先試一下這個味道 嗯 好吃 很香 這個黑松露燒賣前面 上面的黑松露 有很多 料 有豬肉 有花 我們來看看這個小腩 我們先吃蜂蜜 好像很脆 嗯 超棒 OK 好吃 好醇 咬到 薄薄聲 OK 第四塊 這是第四塊 再來 吃完了今晚 不用吃晚飯 好吃 為什麼這麼好吃 不知道 不是,它的肉 入口即肉 對,我不喜歡吃燒肉 但不知為何燒腩 很厲害 脂肪多 一架一架 很不容易 先看看 好 之前 番點蝦的影片 講了兩句上海話 然後有朋友問 是不是上海人 其實也是 媽媽和爸爸都是上海人 但我香港出生的 不過都 也分不了 隨便吧 上海話 就是小時候 每年都要回上海 所以 我還記得那時候 很小時候回上海 不懂說上海話 媽媽又沒有陪我回 你不知道托誰 送我回去 然後 跟公公婆婆 啞口無言 我不懂普通話 又不懂上海話 公公婆婆又不懂上海話 又不懂廣東話 然後 搞了不知 不知怎樣 然後溝通了一個暑假之後 就學懂上海話 就是這樣學懂的 之後 就長期跟公公婆婆說上海話 即是甚麼 這樣 我們那個賣單多少錢 117元 剛剛說的價錢 蝦餃燒賣 小籠包 腸粉 榴槤球 然後 然後 通菜 上海 蔥油半麵 媽媽叫了蔥油半麵 14個白燒 男仔 19元 加上茶水 給了九折 117元 對 還給了 提示 134元 完成 媽媽很尷尬 好 你在做甚麼 不用怕 好 走吧 我們走了 好 好不好 我不要緊 好